哈喽我是虚零六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在工具链里面文字工具的第三集 关于第一集跟第二集各位同学们看的吗 第一集跟第二集分别是介绍 区域文字工具 路径文字工具 垂直文字工具 等等的介绍跟使用 推荐各位同学一定要将 第一集跟第二集看完以后 再看第三集哦 第三集呢 文字工具选项里面的最后一个 触控文字工具 可以透过今天影片来学习哦 那如果你对这主题有兴趣的话 就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呢 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将滑鼠鱼到工具列 选择文字工具 选择文字工具 在这里呢各位同学打英文或是中文都可以哦 提醒一下你的文字呢不可以转外框哦 如果你今天的文字 已经有进行物件展开的话呢 我们这两个来做示范 我们先点选下面这个 还没有转外框的文字 当我们点选文字工具 点选最下面这个触控文字工具 这时候呢你可以单独选择一个字母来进行修改 例如说呢我选择B 方块的节点呢是可以进行放大跟缩小 那同学可以看到当我进行放大跟缩小的时候呢 旁边的文字不会受影响哦 那如果我是选择上方中间这个呢 你的文字可以进行旋转 那这时候各位同学可能有个疑惑 如果我使用的触控文字工具 是不是代表我的这个文字已经进行转外框了呢 我们将滑鼠移到黑色箭头哦 点选以后可以看到 它本身的文字并没有转外框哦 你一样可以反黑 来进行重新调整 当我们在选回触控文字工具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重新选择 刚刚你有更改过的这个字母 它一样可以进行移动 而且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你移动的方向呢 你可以移动到上面 或者呢是下面 左边右边 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而且你更改的文字不止这个 其他的文字呢 你想要进行修改的话 一样可以 那这功能呢 可以方便各位同学在设计的时候 能在没有转外框的情况下 可以将你的文字自由的设计编排 那触控文字工具呢 一次只能点选一个字母 或者呢是个文字 它不能大范围的选取哦 像我从旁边这样拖曳是没有办法的 你可以单独的选取它 它一样可以更改它的字形 更改字形后 你一样要放大缩小 或者旋转都可以 甚至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一样它可以更改颜色哦 那这功能呢 我觉得自由度很大 各位同学可以玩玩看哦 我使用黑色箭头 点选这部键以后 我按两下 可以发现它还是可以进行修改 文字的地方呢 一样可以进行修改 甚至你刚刚有选取到的地方 一样都可以进行修改 那我们画面移到最上面 最先开始有跟各位同学们说的 如果你的文字呢 已经是转外框的状态下 你是没有办法使用文字工具中的触控文字工具哦 我现在点选触控文字工具 不管我怎么点 是没有办法单纯点选它哦 因为这文字一旦转外框以后 它就是一个形状了 它已经不是文字 所以呢是不能用这功能的哦 所以各位同学们可以在 未转外框的情况下 使用触控文字工具 让你的文字设计更自由 而且还可以进行修改哦 使用装文字的时候一样也可以 选择文字工具中的触控文字工具 你可以点选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都可以 这个正方形的框框一样会有节点 上面呢一样可以旋转 一样可以进行移动 修改字型 左右变形也都可以 上下变形也没问题 一样使用黑色箭头 点选物件以后 里面的文字一样可以再进行新增 它都是没有转外框的情况下哦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触控文字工具 这个功能使用哦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还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什么主题呢 那就是关于色彩学的部分哦 如果你觉得你在颜色配置上 就是有一些困扰的话 总觉得画面的颜色 不管是在设计还是绘图 那就是如果你正在学习PS 或者是AI 你知道涂层的重要性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图层有多重要呢 画起来会特别的顺手 而且它是灰图板 有模拟纸张摩擦的系数 所以在画 这个留言非常值得 在另外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谈 问题就是 如果将商品图放在大型看板 会使用到PS跟AI 要如何确保商品图放大后 不会失真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